逃荒路上 哥哥和培之不顾全家人的安危 执意要收留一对来历不明的母女 后来女子对山贼掳趣不知所踪 对他情分深重的哥哥 怪我见死不就恨毒了我 几年后 他高中榜眼的喜讯传来 本以为一家人终于苦尽甘来 可等来的却是他的不闻不问 以及躲在他怀里白人青的极尽抱负 重来一世 我不愿在呕心立血的为他赚取考试盘缠 既然他只在乎他的亲亲 那我这个妹妹成全他 全文时长35分钟 已完结 正文开始嘞 给了一件三连三 死的时候 我始终不明白 为什么孝顺长辈 爱护弟妹的何培之会为了一个女人 连骨骆至亲都不要了 家人接二连三的出意外 死的死 残的残 我带着侥幸活下来的二叔和弟弟 去京城找他 只是我没想到 他会再次和白人青纠缠在一起 甚至为了帮他出气 莫许他残害我这个亲妹妹 我被人绑到白人青面前 死死的摁在地上 满脸污泥 劈头散发 被丫鬟搀扶着走来的白人青 把我的头踩在脚下 面容扭曲的说 何念 你终于落在我手里了 自我受辱的那一刻起 我就发誓要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我只要一挣扎 腹部就会被人用一根一米多长的葱木棍 重重砸下 凄厉的惨叫声脱口而出 我挣扎着躲开 哭着喊 哥哥 念念痛 又一棍子重重落下 哥哥 舅舅念念 哥哥 我蜷缩在地上 无助的喊着何培之 随后再也支撑不住 张口吐出心红的鲜血 实话跟你说了吧 裴狼早就知道你们来京城了 但他不愿意见你们 他让我自行处理就好 你不知道吧 是裴狼把我从青楼里数出来的 他还要让我成为他的妻子 这是我和他未出世的孩子 说着他摸了摸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 何念 你不得不承认 你们一家人都没有我在裴狼心里重要 为了我 他可以连你们都不要 甚至任由我设计你们一家人 此刻我才知道 何培之一直都在恨我 恨家人 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放下白人青 他觉得是我们害他不能和白人青在一起 可他也不想想 要不是白人青心术不正 想让我当替死鬼 他又怎会自食恶果 落得被土匪掳去的下场 看着洋洋得意的白人青 我抱着同归于尽的想法 猛地朝他扑去 是要拉着他一起下地狱 因为反应不过来 摔倒在地的白人青下身很快出血 我张着满嘴的血 笑得疯狂 作为一点朱唇万人长的货色 你肚子里的孽种是不是何培之的 还说不准呢 何培念 对说重痛脚的白人青对我咬牙切齿 突然他捂着肚子 一脸痛苦的哀嚎 裴狼 好痛 我们的孩子 青青 别怕 我在 从我身后跑来的何培之抱住他 眼眸欲裂 他若看死人般看了我一眼后 抱起白人青就走 大夫一离开 屋内就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 失去孩子的白人青恨毒了我 他立声命令道 把那个贱人给我乱棍打死 扔出去喂野狗 等等 何培之冷冰冰的声音随之而来 裴狼 我们的孩子 白人青声音猛的拔高 语气里带着恼怒 青青 我知道你伤心 我也一样 但这里不一再出人命 我也怕他的血脏了你的眼 所以让下人带下去处理就好 我以为他是良心发现 结果是怕我的血脏了他的眼 他的地方 被拖走前 我拼尽全力朝他所在的方向大喊 何培之 我诅咒你不得好死 断子绝孙 死后还不得善终 话音刚落 就传来何培之的怒吼声 把他的嘴给我堵上 我被人扇了几巴掌后 嘴巴被破抹不堵住 小巷里 粗棍再次重重落下 钻心的痛楚一次次袭来 就在身体快要被打得麻木时 我听到了骨头碎裂的声音 刻意屏住呼吸 很快 丫鬟的颤音传入我耳中 他好像晕过去了 不是晕了 他死了 过了好半天 厚重的脚步声传来 有人问大人那边怎么说 扔去乱葬岗即可 哪怕一是混乱 我也听出这是何培之身边随从的声音 心里一阵刺痛 记忆里曾把我护在身后的哥哥 好像不曾存在过 就这样 汤打还有微弱呼吸的我 草草扔去了乱葬岗 醒来时 我的腰部已经被彻底打断 身下的血在蔓延 我倒在血泊里 奄奄一息 雨下的很大 我躺在腥臭的死人堆里 不敢乱动 毕竟动一分 我的身体就会疼十分 等了好久 一道稚嫩声才响起 阿景亮相着脚步朝我跑来 声音哽咽 阿姐念念 腿脚不变的二叔紧随其后 阿姐 你不要睡好不好 坚持住 我和二叔带你去找大夫 他眼眶通红 说着就要背起我 长时间的坚持 让我连摇头的力气都没有了 只能有气无力的说 阿景 阿姐 要去见爹娘他们了 马上和二叔离开这里 也不要再回青山村了 白元清那封女人 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为了白元清 何必这连亲人都不要了 她是眼睁睁看着我 被人乱棍打死的 眼角流下的泪水和血 融合在一起 我能感觉到 身体的热度 在快速流失 阿景 你要努力长大 和二叔保护好自己 别让我们一家人 白白往死 我抚摸着她的发际 手慢慢垂落下来 意识消散之际 我在想 这些年 大家拼尽全力的付出 真的值得吗 我是在逃荒路上重生的 此时何培芝 刚救下白元清母女 可以说 她对白元清一见倾心 因为是长孙 又是16岁的秀才 父母长辈都对她寄予了厚望 什么东西都先紧着她 所以哪怕对她失望 也不忍心太过苛责 如今重来一世 我不会再给她 稀和家人写的机会 我要让她知道 没有和家人 就不会有她登科基地的风光 眼看何培芝 心安理得的 结果阿奶递给她的鸡蛋 我直接抢走 包开分给了 面露渴望的弟弟妹妹们 大姐 6岁的阿景 咽了咽口水 但还是董事的摇头拒绝 她知道这些东西 只有何培芝才有资格吃 我不顾大家的一样目光 直接塞进她和小春的嘴里 吃吧 我们阿景和小春 都要快快长大 到时候让大姐过上好日子 在我看来 阿景的读书天赋 并不比何培芝差 要不是何培芝花掉了 家里一大半开销 阿景也不会被逼着董事 连读书的要求都不敢提 健康都吃下去了 我转头看向何培芝 嘲讽道 哥哥竟然这么厉害 还不惜以自身为威胁 也要留下这对来路不明的母女 干嘛还要厚着脸皮吃我的东西 毕竟鸡是我养大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昨晚把鸡蛋给她吃了 我指着不远处的白原青 所有人文言 都一脸不可置信的 看向何培芝 阿奶更是捂着心口大骂 你糊涂啊 难道你不知道 你弟弟妹妹都饿成什么样了 你以为他们是不想吃吗 我看你是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听到阿奶这么说 何培芝顿时窘迫起来 耳根通红 现在的她 还不是皇帝跟前的红人 只是一个险些读不起书的穷酸秀才 手无腹肌之力 全靠家人供养 可笑的是 弟弟妹妹半年都难得吃到的鸡蛋 却被她轻而易举的 拿去哄一个才刚认识不到一天的女人 哥哥可是忘了 要不是为了供你读书 我们一家人也不至于过得这么苦 逃荒路上 你什么也干不了 整天就知道拿着书看 如今还大发胜负心 非要救下这对白吃白喝的母女 如今是在逃荒 人人都围着肚皮过日子 你是要害死我们一家人吗 我越说越不甘 只恨不得一刀砍死她和白元清 白元清作为富商小妾的女儿 容貌倾城 如果没有这次栽荒 她早已被献给权贵人家 在这个人人变黄激瘦的桃荒队伍里 要不是她招摇的容貌和身段 也断不会引来土匪的注意 妮儿妹妹可是还在为我的事 跟裴之哥哥生气 白元清泪眼朦胧地开口 她在用后宅学到的恶心手段对付我 见我不吭声 她坐坐地扶了扶身子 小心翼翼地说 既如此 那我们母女就不 她话还没说完 就被何裴之冷声打断 白姑娘不必有负担 我既已答应你的请求 就不会抛下你们母女俩不管 何裴之也来了气性 她当场扬言不需要家人特殊照顾 白姑娘和她娘的吃食 我也会负责 不会让家里人为难 未美可满意了 她说完拂袖离去 显然是气我不给她面子 望着何裴之离去的背影 我才明白她有多自私自利 她从始至终堵的都是家人对她的不忍心 就如上一世那样 她只要晕一晕 就能让大家原谅她的所作所为 她仗着大家不会抛弃她 才会这么肆无忌惮 顶着家人不赞同的目光 我也不忍了 毕竟他们都有资格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 知道他们到底供出了个怎样薄情寡义的白眼狼 晚上 让阿景去盯着何裴之和那对母女 我看着眼前憔悴不堪的野奶和爹娘 低声说出了上一世发生的所有事 都说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阿奶虽大字不识一个 却是家里的定海神针 她是四人中唯一一个很快镇定下来的 我说完后 周围一片寂静 过了好半天 阿奶突然问我 念念 那你人为什么那么恨我一家人 我双手抱息 回想起那段满是杀戮的记忆 忍不住闭上眼 声音颤抖的说 土匪杀来的时候 我和白元清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 眼看土匪逼近 他为了活命 想推我出去 被我发现后反击回去 所以被掳走的他恨毒了我 连带着我们一家人 我从未觉得我做错了 低调那时候他是真的想要我死 我唯一错的 就是不该对何裴之心存幻想 觉得他是个好哥哥 见四人面露挥败 我哪怕不忍 也要把何裴之做的恶心事 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他们必须知道何裴之是个怎样的人 失去白元清的下落后 何裴之曾有过一段时间的颓废 但很快就振作起来 他表现得太过正常 仿佛白元清从未出现过一样 因为才能也足够让人惊陷 所以没人会用恶意去揣测他 如今想想 他对大家心怀埋怨 却又不得不隐忍依靠 所以才会在高中后写来书信敷衍 不愿让大家去京城寻他 如今我把一切都说开 如果他们对他还心存幻想 那这个家也没有待下去的意义了 顶着他们黑沉沉的目光 我绝心开口 直到白元清被掳走后 何裴之不顾大家的安危 非闹着要去找他 因为他的愚蠢 我们和村里人走散 逃荒路上走得异常艰险 阿乃更是被恶发疯的流民活活打死 阿爷文言变了脸 两人是年少夫妻 相邪走过几十年 何裴之固然重要 但到底比不上阿乃在他心里的位置 既然阿乃脸色阴沉 我再添一把火 阿乃 那对奴女和何裴之真的不能留 因为他们 我们一家人分崩离析 何裴之却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一样 只因为用蛮人的目光看着我们 白元清是何裴之的结 而他们是何家人的结 如果不是真实经历过 谁会想到何裴之会为了这么一个女人 变得是非不分 从始至终 他心疼怜惜的 只有那个动不动就离花带雨的白元清 家人对他的倾心付出 只会被他当作是理所当然 不顾私人眼中的惊涛骇浪 我来到阿乃面前 抱着他的腿 哽咽的说 家当被土匪抢劫一空后 为了让一家人活下去 小春私自跑去自卖为奴 就会换取一身粮食回来 两岁的弟弟也因为吃不下东西 活活饿死 二婶伤心过度 也跟着去了 这也是我不敢跟二叔二婶说的原因 要不是这些年一直供着何裴之 弟弟也不会一出生就落得跟猫仔一样 一旦二婶知道 何裴之是这样狼心狗肺的人 别说爹娘 恐怕连阿爷阿奶也会被怨队进去 到那时 还没等平安度过这次灾荒 整个何家都没了 既然阿奶已经相信 我转头对父母说 爹爹娘 放弃何裴之吧 如果你们执意要供养他 那就放二叔一家自由 不要再委屈他们去成就何裴之了 而我也会带着弟弟妹妹分家令过 哪怕最后活不下去 去给富贵人家做奴才 也不会再眼巴巴的供养白眼狼了 这四人中 最难说服的就是阿娘了 毕竟在他心里 何裴之比任何一个孩子 都能给他震脸面 他是让他骄傲的存在 在这个阶级森严的时代 穷人几乎是读不起书的 而何裴之是 何家唯一改变门庭的机会 所以他们舍不得 一系列的冲击太厉害 阿爷把手里的木棍移除 只说让我快去休息 别想太多 既然阿奶不吭声 临走前 我还是忍不住开口 阿爷 阿奶 如果你们觉得 何裴之能完全代替我和弟弟妹妹们 还是选择一意孤行的对他好 那你们就当我今晚没说过这些话 但我不会再让他活着 我在心里默默出声 不出两日 何裴之就会在半路上晕倒 他不惜吃下损伤身体的药 也要拿捏住你们 我不介意再给他们两天时间 反正一切的一切 到那时候自会见真小 这一晚到底是相安无事过去了 一大早醒来 我就看到大家在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只有何裴之 频频朝阿奶方向望去 身边还跟了一个巧笑嫣然的白人青 作为家里唯一的读书人 何裴之是特殊的存在 所以哪怕在桃荒 他也是一日三餐 每隔十天还能吃一个鸡蛋 只是今天 阿奶不再惯着他了 他也有意忘了昨天说过的话 一副预言又止的样子 怕娘会偷偷贴补他 我跑到阿奶身边 在他耳边低声说 阿奶 我想给弟弟冲个鸡蛋水 阿奶身子一顿 有些迟疑 但想了想 还是把剩下的几枚鸡蛋都给了我 就这样 家里的鸡蛋都被我收入囊中 也被好生的保护着 毕竟这关系的弟弟能不能活下来 哥哥 别一脸委屈的看着阿奶了 如今你跟我们一样 一天两顿 黑饼的加苦野菜 那是你的东西 去拿着出发吧 我笑应的指了指放在大树下的被笼 哪怕知道上一世阿爹被白人青设计害死 他还是对自己的儿子心存幻想 不想理会他 我经过的时候踢了背搂一脚 拉着沉默无言的小春就走 小春 别管 谁的东西谁负责 真当别人是他奴仆吗 懂事的小春没人心疼 我这姐姐疼 因为行李 何培之和白人青母女走得异常艰难 因为心疼身胶肉贵的白人青 他倒是一直忍着不让他帮忙 也是我高估了他 天色一黑 林子里就传来白人青的惊呼声 他跑到阿爷阿娘面前 红对眼说何培之快不行了 阿爷阿奶纷纷看向我 随后对视一眼 我在他们眼里看到了失望 我赶到的时候 村里的老大夫也来了 他整着脉 眉头紧皱 一直不说话 爷爷奶奶 可嗨嗨 孙儿这副身体实在无能 以后怕事不能在你们跟前尽孝了 你们多保重 何培之边说边咳 方寸大乱的爹娘见此面露不忍 他们心里的天平 在慢慢向何培之倾斜 撇了虚张声势的何培之一眼 我仗着力气 大把白原青推倒在地 边压边往他身上摸去 何念 你无耻 你放开我 白原青急了 这是什么 我拿着摸出的纸包给大家看 白原青想抢 对我躲过 他又气又恼的说 这是我的东西 你不许碰 还给我 我起身把药包递给老大夫 我看这就是阿兄突然发病的原因吧 白姑娘 我们这里可不是什么后宅 你实在没必要使这种下三满的手段 从老大夫口中知道 何培之是吃了药材这样的 且乌症也在 阿娘面色一沉 抓着他的头发就删 你这个害人精 我让你害我的性命 他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 看到阿娘这样 如果说我还不知道他的心思是什么 那我也算白重生了 见何培之闭着眼没反应 我笑着说 阿娘你先休息会儿 白原青交给我 我保证给你处理得干干净净 随后我故意到 阿景 去拿锄头给我 我亲自送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上路 大 大姐 阿景被我的话吓得有些呆愣 快去 何念 你敢 见阿景真的去了 着急的何培之强撑的坐起来 怒气冲冲的看着我 我转头看向他 笑迷腻的反问 我敢不敢 阿兄不是知道吗 如今都走到逃荒这个地步了 杀人就跟杀之机一样 反正就一锄头的舍 结果阿景手里的锄头 我一步一步的朝白原青走去 他吓得脸色苍白 缩着身子直往后退 何培之到底没让我失望 还没等我走进白原青 他就大声坦白 够了 白姑娘并没有害我 是我自己要喝的 毕竟我于大家而言 就是个拖累 我知道妹妹嫌弃我没用 他越说越委屈 我听着恶心 扔掉锄头 立声道 你确实没用 作为孙子儿子 你忤逆长辈 视为不孝 作为兄长 你欺负弟妹 视为不仁 你根本就不敢死 你之所以吃下他给的猛药 不过是想跟以前一样 让大家对你照顾有加 还要逼我们 接受这对蛇西心肠的母女 经我点破 村民纷纷反应过来 顶着他们怀疑的目光 何培之羞愧难当 当场晕死过去 我从没想 现在就弄死白人亲 毕竟他没了 只会招来何培之的怨恨 他也会成为 他记忆里最难忘的存在 他那么喜欢他的亲亲 我真想看看他们 这辈子还能不能 如上一世那般恩爱缠绵 何培之的行为 昭然若知 哪怕爹娘再如何自欺欺人 阿爷阿奶 也不打算再偏心何培之了 毕竟供出一个榜眼又如何 黑心肝还是黑心肝 永远都会忘恩负义 害时左右 几个人围着火堆 讨论以后的安排 阿爷说 既然培之那么喜欢那个姑娘 等安定下来 就让培之娶了她 没等和培之高兴 阿爷又说 等培之成婚后 就把家分了 如今老二不用再供着培之 你们也该为自己的小家打算了 二叔文言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没吭声 只愣愣点头 向来要求一家人 竟要往一处使得阿爷 在这一刻苍老了很多 但这一天早就该来了 至于培之读书的事 就不要再提了 人啊 要懂得知足感恩 不能把家人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 不然只会让人寒心 阿爷忍不住他了口气 又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看着他 听出阿爷话里的意思 和培之大惊 一时间连平日自诩的教养都不顾了 连忙跪下磕头认错 阿爷 我错了 我只是一时被迷了心窍 我保证再不会让你们失望了 我还有一堆抱负想要去实现 我还想让我们一家人都过上好日子 让您和安排享福 求您让我读下去吧 孙儿是真的有把握的 这一次 无论和培之怎么哀求 阿爷都不打算松口 我靠着树 看着为了读书极尽卑微的和培之 吃笑出声 突然 嘴里嚼着甘草的阿景 捧了同我的胳膊 一脸好奇地问 大姐 阿兄还能读书吗 注意到小春编着草鞋的手一顿 我安抚般地摸了摸他的头 回答的斩钉截铁 不能 可我觉得爹娘会心软 他们总是偏心阿兄 阿景撅着嘴 到底有了些孩童的模样 我挑了挑眉 抬头看那天上的繁星 单单到 那也要看他还有没有那个条件 况且 阿爷阿奶是不会同意的 别担心 一切都有阿姐 有些时候 意外是可以人类创造的 现在没作为 只不过是时机 没到罢了 既然他们都不忍心 对他赶尽杀绝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因为不能读书 和培之越发沉默 整个人活得像个 没有思想的形式走肉 在阿奶的逼迫下 哪怕白渊青百般不愿 他跟和培之 还是在村民的见证下 彻底绑在一起了 念念 把鸡蛋给娘 我看你阿兄这两天销售不少 想弄个糖水给他喝 才短短半个月时间 他就心软了 我眼眸清垂 面无表情的说 没有 吃完了 见他要发火 我也来了脾气 不慎尊敬的说 你看他那矫情的死样子 他配吃吗 反正鸡蛋我是不会给的 他吃了那么多 结果连个东西都拿不了 活脱脱废物一个 吃了也是浪费 娘 你也真够让人无语的 他都这样了 你还要用热脸 去贴他的冷屁股 阿娘被我对得险些 缓不过来 最后还是被阿爹拉走了 如今我凶名在外 连人都敢砍 再没有人敢来招惹我 就连白云青 也不敢来我跟前找存在感 陪志哥哥 你吃点吧 他们不让你读书 是他们没眼光 等找到我爹 我让他帮你 我爹很疼我的 白云青蹲在和平之面前 塞给他一碗清晰可见的野菜汤 非要他喝 白云青此刻还在做着白日梦 反正上一世 他那不知死活的爹就没出现过 更别说为他讨公道了 眼看越来越靠近 上一世土匪打劫的地方 我用药膏给全村人脸上都涂了个遍 这样一看 大家活脱脱一群 命不久矣的流民 我不要涂这些脏东西 拿开啊 恶心死了 听到白云青嫌弃的声音传来 我来到他面前 笑着把柴刀抵在他驳梗处 割出一道血痕 忘了还有你这个碍眼的扫把心 见我真敢下手 白云青咽了咽口水 结结巴巴的说 和念 我 我现在是你兄长的未婚妻 长 长嫂如母 你不能这么没规矩 娘 她在咒你死呢 我头一撇 嘴角含笑 光明正大地挑拨两人的关系 见我娘脸色难看 白云青不敢再说话 把她逼到一滩块干涸 同时又发臭的泥潭边 我抬脚把她踹进去 你赶过来 我也让你尝尝淤泥的味道 被我威胁的白云 扇扇低下头 转身离去 任凭白云青怎么喊也不回头 我的药膏可配不上你 这里才是你的天地 既然嫂嫂这么喜欢招摇 我这个妹妹成全你 让你成为队伍里最特殊的存在 白云青挣扎着药起来 对我抓住头发 直往淤泥里摁去 来来去去四五回 才松手放她自由 这对爱干净的白云青来说 简直就是最痛苦的折磨 别拿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看着我 我可不是什么怜香惜玉的主 如果后面因为你导致灾祸发生 我把你的皮做灯笼 土匪抢劫的对象 本就不是难民 要不是容貌娇俏的白云青 突然脆声声的大喊一声 也断不会引来土匪的注意 走到山口时 当看到满地的尸体和鲜血 所有人都吓得脸色苍白 大气都不敢喘 静悄悄通过 行动都比平时快了不少 全身胖臭的白云青 突然踩到一只血手 倒还想尖叫 但嘴巴已经被我用破步死死堵住 双手也被绑着 最后只能发出微弱的呜呜声 没有白云青这个变故 全村人到底是摆脱了 上一世的厄运 桃荒向来危险 想到上一世灾荒结束的日子 我不动声色的看了何佩之一眼 他这些日子倒是安分不少 但人性是最复杂的东西 要让他彻底跌落深渊 就要从根源上斩断一切 白云青这人向来矫情 又吃不了苦 所以经过宣和府 大家去补充物资时 他用自己身上谨慎的首饰 换了些白面 这天 我边走边注意到 队伍后面有一群流民跟着 他们眼眶凹陷 神情麻木 显然是来者不善 逃荒前 村长爷爷就说过 不准拿粮食给陌生人 所以一个女人抱着孩子 来讨料东西时 大家都知道没看到 只是经过白云青时 女人注意到 她与队伍格格不入 扑着抱着她的脚 极尽卑微 这位好心的小姐 求你可怜可怜我的孩子吧 她再不吃东西 就要没命了 许是女人扑腹在她脚下的样子 给了白云青很大的虚荣感 她怜悯般的 拿出一块白面饼扔给她 结果饼子还没掉到地上 周围蠢蠢欲动的流民 就瞬间冲过去抢 白云青和何培之被淹没在人群里 还伴随着痛苦的惊呼声 跑 眼看场面混乱不堪 流民也越来越多 我大喝一声 拉着阿景和小春 就拼命往前跑 反应过来的家人和村里人 也下意识跟着跑 眼看已经拉开一段距离 我握着这几天磨得正亮的柴刀 对小春说 继续往前跑 保护好自己和阿景 如果有人抢东西 就往死里砍 我去救人 阿景 不要去 小春抓住我 一脸不舍 没事的 阿景心里有数 不会让自己有危险的 说完我就逆着人群往回跑 遇到不要命 想抢东西的 直接一刀两劫 救人是假 想让何培之彻底无人科举 却是真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毕竟身体残疾者 不能再考取功名 死对他们来说太痛快了 我要把他们最珍视的东西 都摧毁掉 我曾经历过的那些痛 他们也要试一试 身和心我都不打算放过 迅速朝他身上踢去 快看 他身上有吃的 大汉突然指着何培之说 还没等何培之反应过来 就有一群人疯狂朝他扑去 啊 走开啊 我的腿 别踩我的腿 很快 何培之撕心裂肺的吼叫声 传入我耳中 他崩溃大叫 过了一会 刘明见两人 真的没什么可抢了 才纷纷散开 继续行尸走肉般的四处游荡 我抹了自己一脸血后 快步来到他面前 哥哥 你没事吧 被扒得只剩李一的何培之 红着眼眶 死死抓住我的手 念念 哥哥的腿好痛 快救救我的腿 我认真的看了一眼 使劲摇头 连连后退 我也没办法 这要找大夫来处理 哥哥你还是先忍忍吧 见他小腿都被踩断了 我彻底放下心来 啊 培之哥哥救命啊 突然 白人青的惊呼声传来 我转头望去 就看到他被两个猥琐男人拉走 似乎要做不轨的事 轻轻 何培之挣扎着要起身 发现起不来 他想到我 一脸焦急的说 念念 去救救亲亲好不好 他可是你未来扫扫 何培之说的大义凛然 可他也不想想 我才13岁 虽然力气比常人大 但我也有出现危险的可能 看他神情恍惚 我装成一副很无奈的样子 那好吧 我赶到的时候 白人青已经晕死过去 那两人正在脱他的衣服 从背后一柴刀砍过去 男人捂着脖子 睁着眼直直的朝前面倒去 发现同伴死不明目后 另一个男人刚反应过来 就被我手里的黄土扬到眼睛 还是同样的死法 见四周没人 看着昏迷不醒的白人青 我捡起一块有灵脚的石头 快速朝他脸上滑去 又深又长 为了以防万一 我又废了他的左手 何培之断腿 白人青毁龙 即左手被废 一块白面饼引发的流民暴动 倒是让我的计划都达成了 不能再科举 不能再用容貌迷惑男人 只能说这两人真是天生一对 活该一辈子都绑在一起 互相折磨 把白人青带回去 被白人青闹得心烦 小春当即给了他一巴掌 又响又脆 我阿姐为了救你 现在还昏迷不醒 全身都是伤口 昨天甚至吐血了 你不说感恩也就罢了 还在这冤枉他 你就是个不该救的白眼狼 听着村民的指指点点 伤口裂开的白人青 善善闭嘴 二姐 我要大姐 一旁的阿锦见词 突然哭出声 两人说着说着 就抱在一起崩溃大哭 跟哭丧似的 只差没开口 说我咽气了 青青 你别闹了 是我求念念去救你的 他既然拼死救你 又怎么可能会害你 何培芝也帮着说话 语气里透着不耐烦 只能说小春这小丫头 是个聪明的 而何培芝就是个神助攻 他直接把我的嫌疑洗清了 跟上仪是一样 一场大雨 以及废太子和其太子妃 带兵杀入皇城 让这场 长达三个月的大规模 逃荒得已结束 如今 废太子登基 天下大定 各个地方开始安置流民 想回原籍的 每人可领三两银子 作为路费 不让回去的 可以拿着户籍去县压报备 每人领一两银子 等待分配 最后 村子里有几户人家选择回去 其余的都被安排在 一山傍水的五福村 带着面纱的白原青 倒是想跟着回去 但摸了摸自己溃烂的脸 和无力的手 到底没敢出声 现在的他 已经形同废人 不得不依靠何培芝 还没等安定下来 何培芝就闹着 要去医馆支腿 他还是没有对客举死心 毕竟新皇刚登基 现在正是广大贤财的时候 但一切已成定局 任凭他怎么挣扎 也无济于事 当今的皇后娘娘 也是个妙人 作为大将军的女儿 他陪新皇走过风风雨雨 因为帝后恩爱 所以哪怕他提出 女子可经商 可利户的要求 新皇也为他开了先河 而他所要做的 也远非如此 上一世的两年后 女子可学医的消息 就会传出来 京城医馆招收的药童 必须男女持平 且通过考试来选拔 做到了极大限度的公平 他深知这个时代 女子地位低下 受限制的东西也太多 所以用学徒费 让一部分女子 逃出相夫教子的宿命 也让那根深蒂固的思想 得以被轻轻动摇 可以说 这位皇后娘娘 是天下女子的典范 是一盏暗黑里 哪怕微弱也要发光的灯 何家还是分家了 就在何培之婚后的第二天 两人也被分出去 对外说 是让小两口过好 自己的日子就好 只是一个整天 哀怨命运不公 郁郁不得志 一个戴着面纱不敢试人 还总被村里孩童嘲笑捉弄 更别说软弱自私的白母 这三人过的日子 简直没眼看 这天 小春跑来找我 眼睛亮晶晶的 拿出一块杏肝塞进我嘴里 阿姐 好不好吃 不错 酸酸甜甜的 还有淡淡的甘草味 和一种收不上来的感觉 安定下来的小春 重拿锅铲 突然发了疯的倒不吃食 那阿姐能不能帮我拿去卖 我知道阿姐挖草药 是想送阿景去读书 我也想帮忙 她捏着衣脚 一脸的不好意思 我了然的点点头 答应下来 没问题啊 现代女子也可以出门做生意了 你做多少 阿姐都争取帮你卖完 小春平日沉默寡言 却总是能在细节处 让人暖心 比起满口仁义道德的何培之 小春懂事的让人心疼 甘草性到底是独一份的 小春又有这方面的天赋 所以哪怕我背到县城去卖 一件二十六文 还是有不少人光顾 但是二十五金 一个上午就卖完了 银钱与日俱增 趁着性子泛滥的时节 小春开始加大智做性肝量 看她忙得脚不粘地 我帮她把汗层层的头发拨到耳后 无奈到一口吃不成大胖子 实在盲目过来 就谢谢 或者雇人帮忙 如今性肝已经在县城打出了小名声 哪怕有人模仿 味道也不一样 别人认的也是你的性肝 所以可以考虑招人了 见她低着头不说话 我继续说 这是你安身立命的本事 你的事情终归还是要你自己去决定 阿姐不能永远陪着你 也不能一直插手 我看二婶就不错 金明又有分寸 你去问她要不要来帮你 给开工钱 我这段时间也会带她出去历练一番 好 她搭了着脑袋 还是听进去了 小春在如火如荼地做着自己的事 而我把挖到的药材拿去卖后 提出要送阿景去读书 因为这是 和肥之心太崩了 她满身酒气地跑来读我 质问道 和念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明知道我在无缘科举 为什么非要这个时候提出来 见她这么受打击 我一正词言地说 哥哥过分了 我怎么就故意了 阿景到了要读书的年纪 我和小春用自己赚的钱 送她去读书 有什么错 难不成你觉得自己读不了书 别人也不可以 是这样吗 我盯着她 说出她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我承认我就是故意的 眼睁睁看着别人 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 却有一点办法也没有 是个人都得疯 我很喜欢看到这种诛心场面 都说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裴之 你现在是越来越自私了 赶来的阿爷摇头叹息 显然已经失望到极点 被责怪的何培之瘫倒在地 难难道 为什么 老天爷为什么要对我这么不公平 空有一身能力和报复 却偏偏毁在这条腿上 我真的不甘心啊 悲痛欲绝的何培之 使劲锤打自己的惨腿 村里人只觉得是天度英才 只有我知道这是他的报应 是身负无数条人命的累累罪孽 这件事彻底摧毁了何培之的意志 他越发暴躁易怒 一有不满意 就喝得烂醉如泥 还对白人青各种打骂 他们之间再没有风花雪月 诗词歌服 有的只是温饱下的苦苦挣扎 以及一眼就能忘到尽头的人生 带阿景去见先生这天 我在路上跟他约法三章 第一 你在学堂里学到的字 回来都要叫我和你二姐 好 我仔细观察 他的神色到底没有半点不耐 第二 大姐不会像爹娘对何培之量惯着你 该做的是都得自己做 农忙的时候也得给我下地 文若书生在我这行不通 如果让我发现你粘了那些恶习 我打断你的腿 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我继续说 第三 我和你二姐不是让你去玩的 我知道你聪明 所以我要你考取功名 护住家人 将来做个为百姓谋斧指的好官 还有别像何培之那样拎不清 给我招惹不三不四的女人回来 薄情多是读书人 有何培之这个前车之鉴在 如今我亲自看着他 就不幸根子还能歪 我知道了 大姐 我发誓 我一定不会让你和二姐失望的 阿景郑重承诺 巴掌大的小脸流露出坚毅的神色 阿景到底没让我失望 他刻苦学习 回来也不会只知道死读书 会帮着做力所能及的事 这种平淡又充实的日子 持续了两年 直到女子可学医的消息传来 我带着好不容易挖到的人参 去找老大夫 求他收我为徒 老爷子 您看如今京城都有女子学医 那以前的借口都不作数了 我知道您这缺人参 这当做拜师礼 您就收了我这个徒弟吧 他虽然会偶尔指点我 但我终归还是个门外汉 就会弄些旁门左道的东西 吓唬人 老大夫在村里孤身一人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也有些力不从心了 他脾气不好 没人敢亲近 至今还没找到 能传授医术的徒弟 见我是认真的 他思考良久 才说 你可要想清楚 老夫也就这点本事了 不是什么医术高明的绝世胜手 就一个能给人看病的糟老头子 不后悔 谢谢师父 谢谢您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我郑重道谢 认认真真的给他磕了个头 求阿奶帮忙准备拜师礼后 我开始正式跟老大夫学医 锦态六年 年仅十二岁的阿锦下场考试 成了童生 有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而最新医术的 我也成了村里最出名的老姑娘 因为不愿嫁人 我跟阿娘闹得很僵 一度闹到要断绝关系的地步 她总说天下女子都如此 为什么就我离京叛道 别说没有好人家 就算有 我也是不打算嫁人的 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去做 相夫教子从来就不在 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如今 阿娘对我是彻底没办法了 知道他们怕被外人指指点点 我自己去县衙交了一大笔钱 给自己立了个女户 然后在村里建了个小房子住 除了出去做堂 给村民看病 几乎不出门 小春来找我时 我正在炮制药材 上下打量了她一番 我笑着说 真好 我们家小春也长成了娇俏的小女娘 见她红着脸 我怜起笑意 十分认真的对她说 不过阿姐要嘱咐你几句 如果阿娘想给你相看人家 不要松口 你还是太小了 太早成婚 对你的身体没有好处 况且等阿景有了功名 你的选择也会更多一点 所以有情况就告诉阿姐 别自己忍着 六年时间 小春做的那些干果蜜剑 已经打出了名声 每个月都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所以她在村里建了小作坊 如今的她是旁人眼中的女东家 容貌也称得上是小家碧玉 又识字 举止大方得体 还有一身本事傍身 无疑是个冒着热气的香波波 我知道了 我听阿姐的 小春重重点头 拉着我的手撒娇 我22岁这年 老大夫病逝 阿景不负众望 成了15岁的秀才 也是第一名的戒员 比当年的何培芝 还要让人惊陷 县衙的人来报喜时 何培芝就躲在角落里偷偷看着 因为阿景太优秀 再没人想起曾经的何培芝 也是这一年 18岁的小春嫁人了 一番选择后 她还是嫁给了标局的少东家 因为走南闯北 见多识广 她极尊重小春 甚至支持她 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 小春出嫁后 交代好村里的事 我打算跟着阿景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只是临走前 早已被我忘在脑后的何培芝 突然找来 经过几年时间的摧残 她已经成了皮肤有黑的庄稼汉 一身粗布短衣 沉默寡言 哪里还看得出 以前读书人的模样 念念 当年那件事 不是你设计的对不对 她红着眼 眼里有莫名的稀迹 何培芝不傻 我从未想过 能一直把她蒙在鼓里 她知道 也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虽然不知道她猜出了多少 但我就是不承认 哥哥想多了 我知道你恨命运不公 但你也不能把这么大的罪名 扣在我这个妹妹头上 其实哥哥你想过没有 这一切的根源 皆是你收留了白元清母女 你与其恨命运 还不如恨她 她就是你的劫难 哪怕白元清 现在的日子不好过 我也不打算放过她 像她这种恶毒自私的人 就活该一辈子都待在深渊里 她听到我这么说 眼神分外复杂 随后苦笑道 也是 这都是我的报应 是我忘恩负义 是我贪恋女色 我活该落得现在这个下场 念念 当初我并不知道 他们会那样 罢了 说到底 还是我一开始就错了 她一瘸一拐离开 整个背影都透着一股浓浓的死气 像个垂垂老矣的老者 哪怕看出她不对劲 知道她话里有话 我也懒得再理会 反正她和白元清也就这样了 这天后 何必之变了 对于读书 她不再听其色变 但她开始折磨白元清 对她时好时坏 好的时候能对她温柔似水 不好的时候 她身上就没一块好肉 听邻居大婶说 半夜的时候 隔壁屋子里 总传来白元清痛苦的乌夜声 这样反反复复的折磨 白元清也有些精神失常了 一点小动静 都能把她吓得半死 连人都不敢见 后来 白元清成了村里的疯婆子 什么事也不干 整天就围着何配之傻笑 轮为笑柄的两人至死 都被困在村子里 就这样彼此折磨着 8月 参加相识的阿景 再次榜上有名 她成了大圣最年轻的举人 年仅15岁 如今的她心性已定 也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 直到我想成为 太医院第一个女太医时 阿景眉头紧皱 两久之后 她才神色恍然的看着我 随后急不赞同的说 阿景 你太天真了 这世道并非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第一个往往是最难的 甚至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哪怕是那位 这几年也难逃 文人默克的口诛笔伐 说实话 弟弟也觉得他有些贪大了 曾几何时 当初那个直到我腰间的小豆丁 已经长成了一个合格的政客 他在用批判的语气 去评价他认为的不应该 说到底 在这个男权制上的世道 他也被这样的思想 根深蒂固的影响着 认为女子就该三从四德 就该相付教子 哪怕再聪明再厉害 也要依附男人而活 这是我和阿景 第一次有思想上的分歧 我不会妄图去说服他 因为不现实 他也只是这个时代 无数个男人的缩影罢了 阿姐 你不要去好不好 那个地方真的不适合你 你会后悔的 我无动于衷 望着泛起阵阵波澜的湖面 但但道 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就意味着我已经做好了 要付出代价的准备 这世间总有那么一件事 是需要人去做的 不计得失 不计后果 他既然已经开创了先河 他都不怕 如果我们还未手未脚的 那就真的太让他伤心了 可是你根本就改变不了什么 你要知道 你什么也不是 妄图挑战那延续了上千年的思想 只会被彻底抹杀 观星则乱 阿景怒甩袖子 语气愈发凌厉 我知道他的意思 他站在胜利者的角度认定 这只是历史进程的一个小插曲 早晚会被泯灭 可他不明白 光是这个小插曲 就足够让无数女子为之去抗争 看着眼前快有我高的少年 我眸光坚定地说 一个人的力量确实很渺小 但千千万万的女子的力量 还会小吗 历史总是被推着往前走的 男人有男人的变革 女人也有女人的变革 世间从没有所谓的绝境 只有绝境下的觉醒与反抗 这些年 小春在努力成长 阿景也在努力成长 我们都相信 水滴中有穿石之日 可是 我摇摇头 灿然一笑 被泯灭又如何 我始终相信会有无数个轮回 直到成功的那天 到那时候 哪怕我看不到那遥远的未来 亦能想象未来的 他们会是怎样的异议生会 见他神色缓和下来 我郑重其事地对他说 阿景 你答应过我的 要做个好官 做个纯臣 不要去参与那些乱七八糟的争斗 请允许他们存在 我知道你有大财 所以我从不后悔送你去读书 毕竟我也要倚仗你 未及人臣后的权利 阿景 阿姐从不曾委屈自己 生来就是女子 如果这是一个男女平等的时代 我的能力未必会比你差 这条路真的太难了 千难万足 但总要有人去试一试 一如那盏明灯 一如千万狗 阿景见我去已决 最终带下阵来 他不由得踏了口气 但还是保证到 大丈夫当一言九鼎 答应过阿姐的 阿景永远也不会忘 若有为此事 当天诛地灭 这场坦路心扉的谈话 以阿景的独事结束 我和他踏上了 去往京城的路 后续 阿景是被皇帝 当朝钦定的新科状元 而他也在用 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 他只会忠于皇帝 锦太十一年 阿景不愿参与政党之争 自请外放 去了流寇横行的丹州 只等做出政绩 再被皇帝召回 从而被真正路用 他选了一条 他认为非走不可的路 他走时 我也进了医馆 从药桐坐起 进了这里 我才明白 女子学医之路 还任重道远 光是那些人 暗戳戳地排挤 就足够让人崩溃 在这个男女人数 差不多持平的地方 却偏偏没有一个 能拿得出手的女大夫 他们害怕未知的变数 所以急尽打压 从药桐到座堂大夫 我用了六年时间 这时候 阿景也从九品县令 升到了正五品之府同志 因为政绩斐然 他彻底被皇帝重用 成为天子近臣 前途不可限量 锦太二十一年 京城突发瘟疫 来势汹汹 我根据所学所用 以及前辈留下的医书批注 配出了能控制医病的药方子 这一年 我的名字开始为百姓所致 我是在第二年进入太医院的 三十五岁的 我成了大圣朝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女大夫 是能被写进史书的存在 如果说皇后是明灯 那我愿意去做 那个真真气气的实践者 我不知道史官会如何书写我 但我的存在 已经告诉了世人 女子也可行医 女子从来就不比男子差 前世 番外 和府被抄家这天 和培之已垂垂老矣 他又做梦了 梦里 他的亲人都还没死 他和他们生活在泥巴小院里 日子虽然辛苦 但又格外开心自在 大人 该吃药了 和培之感觉到 有人在换他 等睁开眼 入目间只有昏暗的内侍 和自己布满皱纹的手 他知道 他又做梦了 和培之接过药碗 艰难的喝起来 现在的他 已经不是那个未及人臣的阁老 只是一个将要治世的病臣 说是告老还乡 其实他已无乡可归 无亲可靠 正如和念诅咒的那样 他落得了个段子绝孙的下场 大人 李都督带兵 把整个河府都包围了 这时 管家跌跌撞撞跑来 脸上都是惊恐 和培之被呛道 猛咳 嗨嗨嗨 他怎么敢 花音刚落 一道声音响起 和大人 陛下已知晓你 贪赃枉法的事 特派砸家来处理 来人啊 把人都给绑了 随后几个姻娘和姻院子的下人 都被控制住 只有白人青还在骂骂咧咧 我乃陛下清风了一瓶告命夫人 你的烟贼怎敢动我 劈头散发的白人青 还在维持着所谓的尊严 他神情傲慢 眼里都是瞧不起 李都督不弄反笑 这眼神 砸家看着真是来气 既如此 把他眼珠子给挖了吧 挥手间 白人青就被拖下去了 虽然两人感情不在 但相依相伴几十年 和培之到底是不忍的 你怎敢如此草剑人命 老夫要见陛下 李都督哼笑一声 半合双目 没有说话 一副不愿意跟和培之搭话的样子 大人 那罪腹吓得晕死过去了 答行 我要他清醒地体会到 自己被挖掉双眼时的感觉 挖完眼珠 就让他去跟恶狼作伴 培养培养感情 没一会儿 把冤青凄厉的惨叫声传来 他哭喊着和培之的名字 都督这般心狠手辣 就不怕遭报应吗 报应 李都督眼里都是讥讽 要说报应 咱家可是自愧不如的 毕竟和大人才是最厉害的 荣华富贵后 对骨肉之亲斩草除根 为了一个毒妇 连自己的亲妹妹都傻 想来大人 落得如今孤苦伶仃的下场 都是报应 你 像大人这种背信弃义的伪君子 就该公之于众 遭万人唾骂 一臭万年 你 你是阿景 和培之下的瘫倒在地 脸色惨白 他没有否认 来到和培之面前 阿景伸出手给他看 你可知我这双手都埋了水 你可知我那死在乱葬岗的亲姐姐 至今连尸骨都找不到 你又可知 我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阿景的一声声质问 让和培之哑口无言 随后他不知想到什么 强撑着起来 脚步踉跄地朝管家走去 他抓住男人的衣巾 咬牙切齿地问 你怎么敢骗我 我不是让你去救他吗 大人 那是夫人的命令 奴才不敢不从 管家低头为自己开脱 知道真相的和培之 再也坚持不住 吐出一大口老血 直直地朝地上倒去 来人 送和大人上路 阿景放下茶杯 朝光引出走去 和培之死了 被人用粗绳活活勒死的 死的时候他在想 如果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他一定要努力弥补 自己犯下的罪孽 而他也确实是重生了 只是他回到了一切 都无法挽回的时候 他已经是个废人 还是个被所有人抛弃的废人